冷战之所以没有发展成热战 是因为对抗双方以及世界主要强国 拥有了足以把对方打回原始状态的恐怖武器 核武器 单单拥有核武器还不行 大国们还需要具备将核武器打过去的能力 在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中 大国们逐渐发展出了空机、陆机、海机 三维一体的战略和打击手段 三种打击方式中 右属海机战略和力量 最具威慑力 最深出鬼没 最难以拦截 海机战略和力量 依靠战略导弹潜艇作为机动发射平台 发射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 执行核突击任务 海洋这以天然屏障提供的隐蔽性 保障了海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 上世纪50年代末 苏联和美国先后在水下成功发射了弹道导弹 随后双方建立了战略核导弹潜艇部队 海机核力量发展至今 已经诞生出了许多威力强大的导弹 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了解 当今世界上先进的潜射洲际导弹 美国最强的海机核威舍 三叉戟系列弹道导弹 1960年7月 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代潜射弹道导弹 UGM-27A及北极星A1 同年11月 北极星A1导弹就在美国海军的 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上形成了战斗力 该导弹最大射程2200千米 但精度不是很可靠 不适合攻击加强战略目标 由于北极星A1的研发时间很短 所以具备了很大的升级空间 所以美国很快又研制出了 北极星A2导弹和北极星A3导弹 射程分别提升到了2800千米和4600千米 精度也有所提升 北极星A3导弹最终取代了A1和A2型导弹 到1974年时 在军队中服役的只剩下北极星A3了 作为第一代潜射导弹 北极星A3逐渐被美国的第二代潜射弹道导弹 UGM-73取代 UGM-73导弹又名海神C3导弹 1971年装备美国海军共生产了619枚 装备了31艘拉菲特级麦迪逊级和弗兰克林级导弹核潜艇 海神C3导弹射程和北极星A3的射程相当 但体积更大 可携带更多的核弹头 海神C3采用了两极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动力系统和惯性制导方式 具有精度高 有效载核弹 生存能力强的特点 该导弹可携带8到10个分导式子弹头 每个子弹头的核弹量约为5万吨 海神C3是当时美国海军最重要的海基核威慑力量 它一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 直到被最近的三叉戟导弹取代 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 是美国于60年代后期研发制造的第三代潜射弹道导弹 可分为三叉戟一型和三叉戟二型 其中三叉戟二型导弹仍在美军现役 部署了30多年依旧遥遥领先 是美国最强的海基核力量 1971年9月 美国海军启动了ULMS-1 水下远程导弹系统一型的计划 要求开发出能结合星光惯性制导 比海神C3导弹射成更远的弹道导弹 主城包商洛克希德公司 提出了一个分为两阶段的计划 第一种是开发一种海神导弹的衍生型 称为增程型海神 这种导弹比海神更先进 却与海神C3导弹具有同样的大小和尺寸 可以装载到已有的导弹核潜艇上 第二种是开发一款全新型号的导弹 新导弹拥有更大的体型和载弹量 不过也需要建造新的核潜艇来装载 最后第一种发展方案成为了三叉戟1C4型导弹 后者发展成了三叉戟2D5型导弹 洛克希德公司于1974年 获得了三叉戟1型的研制合同 我们可以将三叉戟1型 看作是海神C3导弹的进化型 两者的发射平台兼容 不同的是 三叉戟1型导弹是一种三级固体导弹 三叉戟1型导弹由弹体推进 制导与飞行控制载入等分系统组成 弹体为圆柱形 头部为卵形 没有尾翼 导弹长10.39米 弹径1.88米 第一第二级发动机构成了导弹第一第二级的主体 第三级发动机配置在仪器舱的内桶中央 仪器舱内部紧凑地安装了绝大多数 与导弹工作相关的设备 仪器舱顶端与头部整流罩连接 八个子弹头就配置在整流罩内 第三级发动机的四周 与海神C4导弹相比 三叉戟1型最大的改进 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 增设了第三级发动机 且三级推进设备使用的都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三叉戟1型第一第二级发动机 仍沿用了海神C3导弹的固体推进剂燃气发生器 涡轮与液压泵系统 第三级发动机采用了高速液轮泵代替液压泵 导弹拥有两台抛罩发动机和一台分离发动机 导弹飞出大气层后 抛弃整流罩 装在第三级发动机内的分离发动机 会在第三级发动机分离时提供反向推力 让其减速脱离仪器舱内桶 更加先进的推进系统 让三叉戟1型导弹的最大射程增加到了7400千米 远远高出了海神C3导弹4600千米的射程 说是远程弹道导弹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洲际导弹的标准 三叉戟1导弹的最初型号 可以投送8到10个分导式子弹头 后来的三叉戟1导弹换装了MK5再入再聚 三叉戟1导弹具有攻击硬性目标的能力 可摧毁中等强度的强化攻势和军事基底 先进的星光惯性制导技术 赋予了三叉戟1型导弹较较高的精度 三叉戟1导弹可以通过海基战略核潜艇 实行超远程垂直发射 圆周率误差只有230到500米 大大增加了导弹的毁伤能力 1979年 三叉戟1导弹的飞行试验和试射 相继取得了成功 紧接着 美国海军用4年多的时间 把法拉耶特级战略核潜艇 后期建造的12艘 全部换装上了三叉戟1型导弹 每艘装备16枚 由于三叉戟2型导弹没有及时研发出来 之后建造的前8艘俄海俄级战略核潜艇 也装备上了三叉戟1型导弹 每艘装备24枚 到80年代中期 三叉戟1型导弹已生产了600多枚 美军使用三叉戟1型导弹 基本完成了对海神C3导弹的替代 英国也在80年代宣布引进三叉戟1型导弹 代替此前装备的北极星系列导弹 但随着更先进的三叉戟2型导弹问世 英国又宣布要换装三叉戟2型导弹 冷战结束后 按照武器削减协议的规定 所有的三叉戟1型导弹 于2005年退役 我们接着来看世界上最先进的潜射导弹 UGM-133A导弹 又叫三叉戟2型导弹 或者三叉戟第5导弹 在三叉戟1型导弹服役后 美国于1983年正式开启了三叉戟2型的研制计划 经过多次飞行和试射试验 1990年美国宣布 三叉戟2型导弹形成了初始作战能力 三叉戟2型导弹的布局结构 与三叉戟1型类似 长度上比1型多了3.6米 投掷重量大了一倍 它和三叉戟1型一样 属于是三级固体导弹 不过2型导弹采用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技术 比如新的N1PE75高能推进剂 碳纤维还养科体 GPS 星光 惯性 联合制导等 更大的体积让三叉戟2型导弹 可以携带14枚核弹头 但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限制下 一般只携带8枚核弹头 装载的W87-21型核弹头的当量 可达到47.5万吨 三叉戟2型导弹的射程 最远可达到12000公里 极远的射程 让搭载三叉戟2型导弹的核潜艇 不用深海巡逻 也不用冒险逼近敌方近海 直接在美国海军港口内就能发射 可打击到北半球的任何一个位置 三叉戟2型导弹 可以搭载在美国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 每艘潜艇搭载24枚 也可以搭载在英国的前卫级核潜艇上 每艘潜艇搭载16枚 三叉戟2型导弹的载入载距 可以用GPS修正精度 误差只有90米 核武器的巨大威力 再加上如此高的精度 使得三叉戟2型导弹 具备了进行第一波攻击 和打击硬目标的能力 可以精准打击苏联加固的 洲际导弹发射井 亦或是地下战略指挥部 战略威慑力极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 发动骑射 能在一分钟内 将所有导弹发射出去 这些三叉戟2型导弹 携带的100多枚核弹头 可以轻松将20多个城市 从世界版图上抹去 是一种灭国级别的末日武器 三叉戟2型导弹服役后 其他的潜射导弹 比如海神C3和三叉戟1型导弹 好像瞬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随着三叉戟1型导弹的退役 三叉戟2型UGM-133A导弹 成为了美国海军 唯一的战略核力量 在和平卫士导弹退役 民兵3导弹使用单弹头后 三叉戟2型导弹 又是美军拥有的 唯一的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 是美国所有核力量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截止到2004年 三叉戟2型导弹已生产了425枚 此后每年生产5到12枚不等 其使用寿命也延长到了42年 在新的下一代潜射洲际导弹服役前 三叉戟2型导弹始终承担着 保障美国海基核力量的重任 我们说了这么多三叉戟2型导弹的性能 不少朋友可能还是会疑惑 单看数据不直观呢 三叉戟2型导弹放在世界范围内 是个什么水平呢 简而言之 得益于美国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 三叉戟2型导弹是潜射导弹中 当之无愧的王者 世界第一 各国已服役的潜射导弹中 没有一款导弹能与之相比 虽然服役了30多年 但三叉戟2型导弹 始终在综合技术上保持领先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导弹 三叉戟2型导弹性能更成熟 可靠性更高 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 美国必定会对三叉戟2型导弹 进行改进和升级 提高它的作战能力 2009年 美国海军在位于大西洋的 阿拉斯加号核潜艇上 进行了潜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 大获成功 这是三叉戟2型导弹 自1989年以来的 第130次连续发射成功 创造了导弹试射成功率的记录 也进一步印证了 三叉戟2型导弹是多么的可靠 作为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一部分 三叉戟2型导弹与陆基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一起维护着美国的核威慑 潜射导弹的隐蔽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又大大加强了美国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 是毫无疑问的国家重器 可以预见的是 三叉戟2型导弹将凭借着卓越的性能和庞大的数量 让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 仍保持着独步全球的海基和力量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对美军的这款大杀器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